有一种美丽叫自然 有一种幸福叫平安 有一种精神叫自愿 有一种崇高叫信念 有一种高纳叫平凡 有一种责任叫承担 有一种快乐叫放弦 有一种感激叫挂钱 总人考验这陷路漫漫 以为有力并不弹 手去隐瞒大爱无言 天亮希望温暖凝结 天亮希望温暖明天 你们是不是经常写这种材料 告诉谁 没 没想这样写 你先写过点 挺过瘾 挺开心的哈 还没到开心的时候 等我们把秦学良 真正干趴下了才开心的 这可以 这是实话 实话 对对对 全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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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实话 秦学良给杨柏川拨了四万块钱 是为了讨好杨柏川 因为秦学良看上了杨柳 这条不错吧 秦学良为了自己的工作成绩 破坏我们致富的道路 还在电视上自吹自擂 说他自己干得怎么好 既然他说要带领我们村民共同致富 他为什么要挡我们致富的路呢 这样的村之书我们不欢迎 这条也还行吧 秦学良排挤对立面 打击许文君 推翻了许文君为我们发家致富的方案 其实他就是想抬高自己 让杨柳喜欢他 这条最有劲 刀刀尽血啊 刀尽血杀猪呢 刀尽血刀猪杀 刀猪杀 刀猪杀 过 你们就是一群小人 这怎么办呢 是 秦学良是推翻了这个项目 可我告诉你们 就是他不推翻 这个项目也不能被批准 国家三令五神发文件 不允许城里人到农村征地盖别墅 你们就因为没拿到冻监款 就写信告他 你们这是污蔑 是诽谤 是人身攻击 我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 那是因为我太激动了 同时我要告诫你们 不要狮子大开口 把人家老板给吓跑了 可你们呢 知道这个项目被否了以后 就跑到人家秦学良家里 还往秦学良身上扔鸡蛋 你们这不是狠我吗 搞得好像是我去挑拨你们 去围攻秦学良 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我窝囊他想自杀 你们一个一个的狭隘 自私愚昧 我要是秦学良 我才不带你们发啥家 治啥妇呢 我就让你们一辈子受苦 永远生火 王家贵 不是我说你 最初我就说不写不写不写那玩意儿 你非说得写 咋样 把许文君那个得罪吧 对呀 坑人的事不应该干 可不是吗 有点过了 都把我闭嘴 写的都谁反对了 现在一个个来竞争头了是吧 怨谁呀 怨我呀 可不怨你咋的 不怨呀 不怨你 不怨你 不怨谁呀 走快走开 妈 妈 妈 你把门开开 妈 我有事跟你说 你快把门开开 妈 妈 你快点开门 妈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妈 你再不开门我就冲进去了 妈 妈 我真的要冲进去了啊 妈 妈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我明天都要结婚嫁人了 你就别生我气了 妈 我不是你妈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回老秦妾去吧 现在就回去 妈 妈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我咋不好好说话了 你说你啊 当着老秦妾一家人的面 你让我下不来台 你向着我说过一句话吗 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那我问你 我现在不嫁给秦学良行不行 行 怎么就不行呢 你这说的不是气话吗 就为这事 我爸气得心脏病都犯了 我要不嫁给秦学良 不得把我爸活个气死呀 所以我必须得嫁 既然都选择嫁了 那何必跟人计较这个 计较那个呢 不就是个婚礼吗 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吗 只要我嫁给秦学良 我爸这病就能好了 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不就这么简单个事吗 还就这么简单个事 你嫁过去你不过日子啊 你看看他家的条件 你在那你怎么生活 在这些条件中 Assassin 上 请通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曲 李宗盛 这边准备差不多了啊 太好了没啊 各位亲友 各位来宾 现在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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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敬一敬 大家敬一敬 尊敬的各位长辈 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呢 是小娥跟学良的新婚大喜之日 到场的各位 都是二位新人的至亲好友 我们一起共同来见证 这幸福而又美丽的时光 我想说的是 我马小哈 主持婚礼这么长时间 还头一次见到 如此简约又朴素的场面 这带我们青山域 还真是头一回 啥叫蒋文明树心风 这就叫蒋文明树心风 所以我们青山域的全体村民 都应该向老秦家学习 咱不铺张 不浪费 咱不收礼金 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 把婚礼举办好 好 恭喜 下面有请我们青山域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新娘的老爷 我们敬爱的老志叔 登台为二位新人证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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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两个住院 一个是住院这对新人 婚后 生活幸福美满 第二个住院是住院学良能够带领我们青山域的全体村民 尽快地走上致富的道路奔向幸福美好的生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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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话完了 好 老志叔就是老志叔啊 这话讲得太有道理了 下面有请我们的新郎官蒋浪俊 大家鼓掌欢迎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新郎开车了 孙敬的各位岗辈 孙敬的各位亲属 今天是我和小娥结婚的日子 没有请太多的人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我是党员 也是村干部 有人说我是树兴风也好 有人说我不铺扎浪费也好 总之我认为 这婚礼办得隆重不隆重 办得热闹不热闹 跟结婚以后过的生活 幸福不幸福 甜不甜蜜 没多大关系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 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 和小娥对我理解 有感谢就得有报答 结婚会以后 我一定加倍努力工作 报答那些理解我的人 我会用真诚和善良 对待小娥 好好地呵护她 好好地爱她 让她过上幸福的人 我会用对待我父母一样的孝心 报答我的岳父岳母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 是他们给了我生命 养育我长大 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做一个政治的 有道德的人 为振兴家乡的经济 做出贡献 也请大家相信 我和小娥结婚以后 一定把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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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啊 好 新郎快上啊 是 这新郎花这话讲得 太让人佩服了 上新闻都行啊 下面有请我们美丽的新娘子 跟大家说两句话 好 好 刚才我老爷和秦玄良 讲得都太好了 太有水平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往下说了 不过 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得说几句 其实 今天的婚礼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说实话 我挺失落的 不过 我既然选择嫁给了秦玄良 我就要努力地去适应他 刚才我老爷说了 我嫁给秦玄良 我爸我妈就放心了 我老爷也放心了 不过我自个儿 都有点不放心了 姐 你有啥不放心的呀 我不放心的是 我不知道 我婚后能不能 适应这儿的生活 不过我会努力的 我会努力适应这儿的生活 把日子过好的 讲完了 好好好 吃不喝啊 吃吃 吃吃 来啦 小王喜欢我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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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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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你的朋友 来来来来 帮我拿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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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来了 来 给你喝 起来了 来 来 谢谢 我们是魏晓娥城里的 且哥们 且姐们 谢谢 谢谢 今天呢 我们听说魏晓娥结婚 我们都来祝贺她 我们祝晓娥 祝晓娥快乐 我们祝晓娥 幸福陪伴 我们祝晓娥 我们祝晓娥 大鸿大飞 非常感谢 既然亲戚朋友都到齐了 我们婚礼仪式 到此结束 大伙入戏 多喝点 多喝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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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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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别走啊 再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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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会 来 多喝点啊 别坐 兄弟 别走啊 你想啊你 替我喝点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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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点 嘻 Arts 来 来 来 好好笑 早说 来 来 来 给你抱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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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销 你饿了 关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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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销 来 妈 你要累了先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看着 好 没事 陪着吧 我怕小儿喝多了 你敢听我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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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小子 小心点 你摔着呢 热不热闹 高不高兴 是热闹 看你这些朋友来之前 你也得告诉我一声啊 他们也没告诉我呀 我就问你热不热闹 高不高兴 热闹是闹热闹 你没告诉我 这没准备 多尴尬呀 这有什么尴尬的呀 啊 他们要不来 这一个大院子里 就有一群老的 小的 吃完了就走了 多冷清啊 你看我这朋友一来 那场面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气氛就热闹起来了 快快快 快 小儿啊 你看看 你这些朋友一来呀 多热闹啊 嗯 等下回他们再来呀 人家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好给他们准备呀 那要是告诉了 那就不叫突然袭击 预外惊喜了啊 我跟你说这个干吗呀 你也不懂 你就懂卖豆芽 小儿 你怎么说话呢 雪凉 我没说什么呀 我在我们家 跟我妈也这么说话 我怎么到你们家 又不能这么说话了 行了 你喝多了 你别休息了 我没喝多 你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 我朋友还没有走呢 你就在这儿收拾东西 你是不是撵人家走 小儿 你这朋友都喝了那么多酒 再喝 我怕一个司机照顾不了 你不要找理由了 你就是不想让我喝酒 是不是 你喝多了不难受吗 不难受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不高兴了 你妈也不高兴了 所以你才收拾桌子 继续让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不想娶我 你是被我爸逼的你才娶我 你也不喜欢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也不想嫁给你 因为我嫁给你 我就要过苦日子 你说我从老到大 我从老到大我也没有吃过苦呀 我为什么要来这儿过苦日子呀 还有 你这个人 什么都好 就是我 太不懂情趣 死板 你就是个木头 你说我这个命啊 我怎么找了个木头过一杯子 你不能再喝了 我再喝一瓶 行了 我再喝一瓶 好了 喝多了 回去休息 你别管我 好了 好了 我放你回去休息 小鹅 怎么样 那我回去给你倒点水 我要倒点水 我不回去 我要回我家 小鹅 好多厉景情 这儿才是你家 你家在那儿呢 不是我家 我要回我家 小鹅 好了 好了 不你回去休息 我不 我要回我家 小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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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回去了啊 小鹅 爸 来 酒劲上来了这是 来了 妈 他真是喝多了 不会 看来他还不适应呢 要不然我先送他回家吧 送他回去吧 小鹅 来吧 小鹅 送你回家好不好 送你回家 回我家 回你家 别问我自己走 我去到我家 别摔着你 小鹅 小鹅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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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子 是呀 放开 我和你姐朋友 又唱又跳的 高兴她就喝多了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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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娘 今天结婚你们家那些人 没人拦着点 喝这些酒 拦了 没拦住 这还抢酒喝的 你们结婚 你今天晚上给得送过来 这算怎么回事啊 哭着喊着非要回来 说是想您 妈妈 妈妈 妈妈在这 我不要叫我妈妈妈 你看 小鹅喝多了 他就在家住吧 你回去吧 来把衣服给人脱一下 喝多了 来把衣服给人脱一下 不用了 让他穿着吧 好好的 哎呀 婶儿 那你给他弄点蜂蜜水 要不然我给他 扶到卧室去吧 不用不用 麻烦你了啊婶儿 麻烦啥啊 自己孩子我应该的 那我先回去了 行 小鹅呀 来 听妈的 喝点水来 不喝 这混结的 难受啊 我妈给你拿个盆 你吐的吗 你给了一个 你喝你的 要不喝 好好的 你喝 好好的 感谢 刘芳 我要那材料 你给我打出来没 马上了 够快的啊 爸 翠里都已经给你拨款了 为啥还要你自己写申请啊 我这说 说是什么要走个程序 那回头我把这资料 给你存优盘上 你明天到村委货 让他们给你打印出来 那是打印机 好了 那我走了啊 爸 你别走 还有啥事啊 你拿了翠里的钱 你总不能只要钱 不要人吧 我不是不要人 我是烦那个孙庆才 爸 秦学良是想让你把孙庆才给带好 你就不能支持支持秦学良的工作啊 刘啊 你到现在还向着秦学良哪 情感是情感 工作是工作 秦学良把他自己 都献给咱们青山玉了 咱们不应该支持他吗 行行 我支持 我家柳啊 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 就是个好心眼的姑娘 我睡觉去了啊 爸 你还没睡啊 小儿送回去了 送回去了 小儿喝成那样 那天佩云没给你发火啊 妈 新闻一耳的喝点酒也没啥 发啥火啊 你说本来啊挺好的可是 办得顺顺当当的 这呼啦啦这么一群年轻人 整个都给搅和了 妈 我突然觉得有点担心 你担心啥 公平地说 小儿本质是没有问题 有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但是今天这件事 我看出来了 我们俩 不光不是同一路人 而且差距还挺大的 小儿啊 她今天是喝多了 等她酒醒了也许就好了 我就怕酒醒了 我们俩也出不到一块儿 那咋办呢 这婚都结了 现在整个青山芋 谁不知道你俩现在是夫妻呀 妈 那就出出看吧 兴许不像我想的这样的 行 那就出一出 老板 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 特别是我的岳父岳母 和小儿对我的理解 老板 梁阳哥这话说得有水平啊 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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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有水平 刚才我老爷和秦玄良 讲得都太有水平了 我都不知道 我该怎么往下说了 不过 不知道怎么说 我也得说几句 晓月话说得不咋地 咱俩都是实话 你实话也得分场合啊 往往最伤人的都是实话 这帮人是哪儿的 唐小说晓月姐城里的朋友 好 真热闹啊 好不 让他们又唱又跳的 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 只要这个婚礼办得顺利 我就放心 老板你就放心吧 唐小跟我说晓月姐特别高兴 那舞跳的你没看见吗 好 好 高兴就好 好 鹅啊 小鹅 没有 我真被太难受了 嗯 又吐啦 嗯 趕緊喝点牛奶吧 昨天吐的还胃疼了吧 神作了 我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 我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 太难受了 你喝那么多酒干啥呀你 妈你看你这话说的 我那么一大方哥们姐们 专程来给我祝贺婚礼 我要不喝能像话吗 那你不能控制点啊 昨天你结婚你说 这酒喝的 连新娘子都没做成 秦月亮怎么给我送回来了呢 她说你又哭又闹的 找我 你看妈 我是不是最爱你 喝多了就想着 一会儿我给秦月亮打电话 我让她来接你吧 我不想上他们家住 他们家条件太差了 那你咋办呢 你也不能总在家里待着 要不然 先在家里住一段时间 等我爸出院了再回去呗 不行 你爸知道了不能同意 瞒着我爸不行 能瞒住吗 瞒不住 瞒不住也不要紧 我爸要问你就这么说 你看小娥啊结婚太累了 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那回娘家休养休养 你要这么说 我爸还能说啥呀 死心塌地了 不死心塌地囊醒了 婚都结了 你就这命了 那让一会儿我去医院看你爸的 你俩去不去啊 肯定得去啊 昨天我爸没参加我俩婚礼 今天我俩再不去看他 我爸肯定得合计 我俩出啥事了 那快吃吧 吃完给秦云俩打个电话 咱俩一起去 吃鸡蛋 请 我来吃点 嗯 杨叔 您看看 然后把姓名和年约日签上就行了 嗯 昨天婚礼办得挺顺利的 挺顺利的 挺顺利的 杨叔 有事啊 您别误会啊 不是说村里把这笔钱拨给您 就非得给您搭一个人 我是觉得呢 把孙庆才配给您 一方面能帮上您点忙 另一方面呢 您能把他带上正路 我含着那句话 要想致富 首先得提高个人素质 这孙庆才身上毛病改不了 给他啥项目他也干不好 杨叔 您就帮帮忙带给他 行吗 虽然你说这不算附加条件 可你们给我拨了四万块钱资金 我也没办法拒绝你们了 好 我答应你 带着孙庆才 行 杨叔 您可帮了我大忙了 我替孙庆 谢谢您 你别谢我 你要谢 就谢杨柳吧 要不是昨天晚上他给我做工作 我才不带他 我走了 喂 晓鹅 你就醒了 还难受吗 没有那么难受 一会儿我跟我妈去看我爸 你去不去啊 能啊 那行 那我跟我妈在家等着你啊 那行 我马上过去 行 学长 学长 不好了 出事了 啊 晴月亮啥时候来啊 我刚才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说马上来 再打 就是咱俩等他呢 嗯 嗯 学长 你手机响了 没事 别管他 还是停线接吧 一旦有啥有紧事呢 一会儿再说吧 别走稳了啊 你说这人就是不接电话 太拿咱俩不当回事了 行了 妈 咱别等他了 咱自己先去吧 回来 这又怎么了 你说又怎么了 昨天你俩刚解完婚 今天你自己去看你爸 他不得怀疑吗 也是啊 再等一会儿吧 还能不来吗 你说这人讨不讨厌 他自己说马上来马上来 到现在都不来 时间关键太差 都来过来没有 相比相亲的 还动家伙 你们想干嘛 把家伙人放下 飞 说吧 你们为啥打架啊 说啊 为啥动手 说说 咋的了 咋的了 都哑巴了 都不吱声了 我问你们为啥打架 黄家伟 你说说 他们为啥打你们两口子 他们都吃疯狗肉了 都疯了 你咋吃疯狗肉了 你咋吃疯狗肉了 你要不要脸你 都吃疯狗肉了 好好好 你们说说 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黄家伟就是上门兴 你才上门兴的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啥 他什么兴我不管 我是问 你们为啥打他们两口子 他把许文勋给得罪了 许文勋说不管我们了 为啥把许文勋得罪了呀 许文勋不管你们什么了 黄贵 那你说 他们为啥跟你渡手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们能这么愤怒 合伙揍你们两口子啊 你不知道 小鹅啊 小鹅啊 小鹅 小鹅 干吗 你说你心咋这么大 你还能听歌 那就这么敢等着呀 不是你让等的吗 那我让等着都等多半天了 你赶紧再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咋回事 我就不会给他打个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了 关机了 刚才打电话不接 现在关机了 小鹅啊 他是不是跟你后气呢 咱能不能不等他了 赶紧走 不能 你赶紧坐呢 关家贵 你是村民小组的组长 你说说你是咋得罪许文君了 让大伙这么恨你啊 我都说不知道 走问啥呀问 你再喊一个 你再喊一个 你再喊我把那个村民组长 我给你撸了你急不急 你不要撸了啦 你不撸我都不想干了呢 走 让他们村委回去 我别让他们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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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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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吗呀 没完啦 方天官 这因为啥打的架 就这么点小事 就不能带头说说 是有啥难言之野 还是咋的 金正叔 您就甭问了 你问了他也不敢说 他自己说出来 自己都先喊着他 你说 喊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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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叫喊着喊着 谁呀 要问你们去问许文君吧 这事只有他能说的明白 我们不管了 别再问我们了 我们走 走 走 别走啊 事没说清楚他走了呢 快点回家 你们俩搞的 顾大哥 算了 问他咱也不说 回头问文君吧 啥事啊 咋就不能说出来呢 他能不能是 这有啥急事接的话不方便 再等一会儿 你先别着急 你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有耐心呢 我有啥耐心呢 我有耐心呢 我这不是怕你爸 觉得不对劲吗 你爸刚做完手术 昨天你们刚结完婚 你自己去看你爸了 你爸不觉得奇怪吗 你爸要知道你们俩闹别扭了 肯定得上火 行啊 既然你嫁给你秦玄良了 啥都听人家的吧 忍着 等着 行 只要你能忍得了 我就能忍得了 那就等吧 等到太阳落山再也等 我打个电话 快 你倒吧 快 来 来了 干啥你吓死我了吗 大啥快接吧 秦玄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 村里有点要紧的事 我处理了一下 有什么要紧的事 比靳晨看你老丈人还要重要啊 我给你打电话里 接完了你就关机 你知不知道我跟我妈 一直都在等你啊 你别管 你懂不懂尊重人 你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你 你能不能坐那 晓鸥 你听我解释 解释什么呀解释 你别解释了 你就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要不这样 你跟妈先去 我随后就到 秦玄良 这可是你说的啊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 这村里有什么重要的事 能让你这么重视 重视都不去城里 看你生病住院的老丈人了 行了 你别说了 我们自己走不等你了 走 不等了 不等 不等能行吗 不等得 不等不行啊 你爸那头 打完了 打完了 谁呀 电话里跟鸟喊 你去吧 杨老师 杨老师 行啦 杨 别喊了 我在这呢 杨老师 那啥 听说您同意收留我了 杨老师 谢谢杨老师 别谢我 去谢秦薛梁吧 要以我的意思啊 我坚决不要你 杨老师 你看你这话说的 不要就不要吧 还加个坚决 你有那么烦我吗 我不是烦你啊 我是特别的烦你 杨老师 我知道身上有很多毛病 以后我赶回去吧 你说说 你都有啥毛病 我先帮你吃点水啊 喝水 喝水 叔叔 你都有啥毛病 第一 喝大酒 第二 少点小钱 第三 打老婆 四 懒 你 馋子 这组织的还挺全面 以后把这些毛病都给我改了 如果再犯 我就把你撵回家去 你不用撵了 肯定改 指定改 真的 好吧 今天晚上回去啊 写个保证书 这还啥劲玩 写啥呀 我那意思都写完了 带来了 你看 我给你念念啊 来 保证书 我 孙庆才 村里人称 孙拿来了 身受缺点确实有很多 其中主要有五条 我 儿啊 你说不等秦学良一块去好吗 还要怎么等啊 叫做等多久了 就说他有事 他本来也有事 你爸要是问你昨天晚上的事 你咋说呀 那肯定得瞒着 不能实话实说 咋瞒哪 妈 你别管了 到时候 我肯定有办法 就这些啊 就这些啊 徐大叔 婶 文君在家没有啊 没有啊 去后山了 去后山干啥去了 她说心里闷得慌 出去溜达溜达 找她有事吗 有点事 我去看看你 你们忙吧 好 你说魏宝库家有的是车 这小子咋还骑台磨蹈呢 说是给她一辆 那她不要 秦学良娶魏小娥 还真不是徒劳魏的嫌趣的 我跟你说 这小子跟别人真不一样 我听说魏宝库 让她跟小娥结婚之后 搬到她家别墅去住 她不同意 非要住在自己家 在当今社会 还有这样不徒富贵的人 我还真挺佩服 这是 多忙她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去你家 你爸你妈说你在山上呢 她怎么跑这儿开出来 那是有空静好啊 还静 风情都会不一样 你婚礼办得咋样 挺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话你要是说过了 才知道暖雨了 灵意穿过了 才只有松有阳 花儿要开过了 才只有红有黄 泪你流过了 才知道有苦有色呀 这人你要是爱过了 才知道山雨了 你要用斗城啊 不要用施量 是好是爱都有笨章 迟早记你头上 人情有缘即那 事态有原谅 有些事儿不必挂心伤 看懂就不迷茫 你要用斗城啊 不要用施量 是好是爱都有笨章 迟早记你头上 人情有缘即那 事态有原谅 有些事儿不必挂心伤 看懂就不迷茫 有些事儿不必挂心伤 想看懂就不迷茫 想看懂就不迷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